哈囉 大家好 請 那我們今天就來介紹我們淘汰狼絲格啦 是不是以為哲兵都沒有在玩啦 其實還是有在玩 而且感覺敵人越來越恐怖了喔 所以這的話可以來拍一些東西給大家看了喔 那今天的話呢 一樣啦 是想要來拍一下 就是我們很久以前就一直想要抽的那個 妹子的這個卡池 但是我也不知道到底能不能抽到 2500要抽時間抽 應該是滿難的啦 因為我們這邊的五星必中是留給了我們那個 我們那個蜥蜴 那其實那隻蜥蜴說真的還算滿強的 現在用起來是真的很舒服 因為到後面的關卡的話 基本上滿多遠距離的敵人啦 他們會瘋狂一直丟東西 超級無敵麻煩的喔 所以我們有那隻的話算是還滿不錯的喔 來給大家看一下目前來說關卡 就是變得有多麼的困難了 其實現在好像也還好 但是到後面有一些步驟的地方會比較麻煩 然後還有一些就是 中間會隔著就是東西 然後讓我們沒辦法走過去的 然後他們會在後面一直做射擊或幹嘛的 有點像是我們這邊的這隻蜥蜴 不是蜥蜴 蝦子的感覺 來 先讓他們吃我們 呵呵 這有蜥蜴就是一直讓我們這個角色去被吃啦 然後在這個沒有東西的時候的話 大家都是可以先來刷新一下一些角色 把一些比較大隻的角色先讓他們刷出來 然後先等我們CD 這個先上去給他吃 然後走過去吃 沒問題 然後這個49 然後這個射子彈 18 唉唷 完了 空灰 好 那這關的話就打贏了喔 其實現在關卡應該對我們來說也算是還好 然後私底下哲民都會去把 就是那個幸運草的這個珠珠給他刷完啦 所以你們看我這邊的話基本上 我每日的工作就是上來 然後把那個就是珠珠給他刷完 現在已經打到這個第四章的環節了喔 那我們就繼續給他打下去 然後最後面的時間我們再來抽一下 我們這邊的這個果實妹妹 這邊的話後面就會有這個很麻煩的地方 就是他會讓你沒辦法走過去啊 然後因為這遊戲基本上你只要沒辦法走過去的話呢 他就會讓你待在那邊 然後你可能就會被鳥抓走你知道嗎 就是這個食物可能不新鮮了 就是要把你給抓走那種概念有沒有 好 這邊完全沒問題 然後繼續 反正只要能夠讓我們這邊的食物被吃都是好消息喔 有沒有看到 他都有一直被吃那就是很讚的一個消息了 一發子彈 然後上一架花植菜 讓他被吃 兩發子彈 然後吃自己沒問題 其實這個蝦子超強的喔 他可以遠攻距離射子彈射完之後 然後還可以就是給他吃 所以這隻我覺得比洋蔥珠還要再好一點點 至少他還有一個遠攻距離的這個 效果 但洋蔥珠應該是還蠻硬的啦 所以這兩隻五星算是還蠻不錯的 洋蔥珠是我們首抽的五星喔 好 一樣來了喔 下面的機械比較麻煩 我們先這樣子上去 看他還會把我們給打飛 你知道嗎 超麻煩的 先看一下喔 37 吹一下 好 吃上去了 然後49 一隻大隻的過去 鎚飛 然後被我們就是吃掉 好 然後這邊 因為這遊戲他沒辦法存錢包 所以稍微比較麻煩一點點 就是你的錢的話運用都要運用得好 但是因為你只要被吃掉或幹嘛之類的話 我們這邊都是會生錢的喔 所以就是可以用 然後他有一個大風吹的環節 是可以去做運用的 然後吃上去 這關應該也是沒問題 他拿鈔票打你我們看看 他拿鈔票打我們喔 沒問題 所以其實當初我們就是那個 一周年的那個轉蛋池轉到這個瞎瞎人啦 我覺得算是一個 還滿好的一個決定 至少我們有一個瞎瞎人可以用 好 三重來囉 不知道今天能不能抽到超級妹子啊 拜託 我想要超級妹子啊 搖 往下 被吃 沒問題 然後繼續 哇 走錯邊了 這個是我們上次也是有抽到的這個 爆 爆 爆 什麼 雲爆 雲爆植物嗎 那個也是滿好用的 因為他有很多這個皮啊 這遊戲就是衣服穿得越多越強你知道嗎 你就可以讓他們吃越多東西 很舒服 好 下子吃完 可以達成 這邊再來一個 繼續 然後上面一隻49的應該就夠了喔 我們那個洋蔥豬其實真的滿強的啦 因為他基本上寶石柱很高 你看基本上一隻就只是抵下面全部了 下面都還沒打完 上面已經吃完了 猛的猛的 草猛 沒問題 兩個這個幸運草 再來是我們第15話 來了 然後這邊 上跟下的話呢 會沒辦法走 所以我們可以把他們引過來一點點 然後先來刷新一下我們這邊的角色池 中間的話我覺得可以先派一隻洋蔥豬 然後下面派一個這個 我們的這個遠攻射手 上面就沒什麼東西就派他們吃小隻的 就可以了 然後這個 因為這個蘿蔔羊還不錯 他會就是往上跑的喔 對 那還算OK的 吃吃吃 吃掉吃掉 3-7 啊完了 哭了 他這樣不太好你知道嗎 我們直接被打掉了喔 就尷尬 最尷尬一個局 好 沒問題 最後面的BOSS關卡真的是還蠻讓人家棘手 而且他們會一直噴一些小的彈幕過來 然後一直打我們的城牆 他只要打到城牆的話好像就會算半條血吧 所以基本上還是會有損傷這樣子喔 比較麻煩 來 先吃 這遊戲就不用擔心 就是你把這些東西派出去會怎麼樣 因為你派出去讓他們被吃掉的話 反而會讓我們增加我們這邊的這個 淺淺的這個量喔 然後這邊上面我覺得有蹊蹺 所以我就派一隻大隻的過去 喔 賭錯了 哇 電量也不足了 直接賭錯 好 這邊繼續 給他們吃起來 十四羊 一隻 大隻的派一個走 走那個就是前面前道就夠了喔 真的很夠 沒問題 再一隻 這應該就沒了 對 剩下一隻 他上面都會有一些就是告訴你 現在目前還是怪物敵人剩幾隻的喔 就不用那麼緊張 還沒出完的時候就不要先掉以輕心 第十七章 今天我們應該可以把這個第四章給他打完 然後讓大家看一下後面的這個Boss有多強 來來來 被打爛了 各位 他介紹這隻的打法就是你要讓他吃 先吹遠一點點 你要讓他吃 哇 這邊好像 下面有點讓他吃太多了 他一發直接把我們全部打過 傻眼 OK 趕快 趁他在吃的時候就是要趕快補上去你的食物 不然他吃完之後對不對 他就會回頭來打你 他打你就會很麻煩 打你就完蛋啦 好 吃完 還有欸 好險我們都有補上去給後面的機器人 要不然 他真的很容易就直接把我們給拍死 趕快補上去 讓他不能拍 這也是要講求一個就是出食物的這個timey的齁 沒辦法這麼輕鬆的隨便亂出 nice 可以 然後第十八話 go go 走起 就好像打不完了 要沒體力的喔 來來來 十二 我現在小隻的好像我也不保他了耶 好 三十五 應該可以 這隻出去 一 二 三 四 保了齁 終於保了齁 來 這隻 快吃快吃快吃 這洋蔥豬是真的猛欸 我覺得我們現在是怎樣 我們就是可以先 洗到那些大隻的都出來 然後洋蔥豬就看一下要放哪一道這樣 房東就放下面好了 我應該要放上面的 趕快上面那道比較需要洋蔥豬 趕快 餵寶寶 餵寶寶 後面再加一個蝦蝦 蝦蝦的話真的就是遠攻距離很ok喔 就給他在後面一直慢慢射就ok了 沒問題 洗大家 然後再來是什麼 再來是第十九關 但是我們還有體力 還有十一個體力 然後旁邊基本上你第一次打完的時候 他都有廣告可以看啦 所以他也算是給你蠻多一些體力可以玩的喔 來 這邊下面吃飽了 四九的話放中間 因為下面這邊的感覺比較好打 三十五 出發走起 有沒有看到 這樣就對了 然後趕快把這個先出掉 然後讓那個洋蔥豬全部刷新 刷新起來就舒服 三十五 靠這個蝦蝦槍直接打爛 然後下面一隻這個就夠了 吃吧你 再一隻這個 ok 然後其實到另外的關卡的話 基本上他會有一些是必須要那個 必須要在什麼 必須要在時間限制之內要挑戰成功的喔 對了吧 沒問題 最終話 這邊的話我們來看個廣告喔 來打一下最終話給大家看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齁 我們這邊的這個 最終回 然後手機也快沒電了 剛好打完這關抽完 直接關機 來 這關的話本來沒有跳出boss欸 這個最終回就直接來 來了 看到了 滾輪怪 喔 又要丟滾輪了 好險我們這邊好像是跟他互相K到了喔 所以沒什麼事情 因為我們這邊的角色如果有射東出去的話 好像也是可以跟他對抗了 你看 這超麻煩 因為打到你會損半血有沒有看到 哭了都這個 最麻煩的是 他們一直走不過來欸 他直接把我給打爛了 我的天 直接把你吃子彈 完了完了完了 你看我們現在 資源就用在他們的身上 就快要來不及了 你看這個boss 超級無敵尷尬的 完了完了完了 完了完了 好像還好 你看 他們一直在那邊拖時間 所以時間會到你知道嗎 哇 我直接完蛋欸 我真的直接完蛋了 好難好難 各位GG 啊 要沒啦 有沒有 真的很難對不對 真的蠻難的 GG 好 沒關係 這個我們下次再打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今天先來最後的環節 我們這個身勝手 這個三個妹妹 有沒有機會讓我直接抽到五星角色 來 好像只有一個金的欸 而且這個金的也未必是會 是那個就是五星的 好像最高就是四星吧對不對 對不對 五星好像會出彩了是嗎 還是有機會 有沒有機會 黃色的花花 給我出 五星的妹子 拜託你了 最後的ending完美 來吧 呵呵 沒有 GG 妹子 妹子 拜拜 妹子 拜拜 感谢观看